虽然受一点影响现在是不能群聚的 但是秀林乡正推动不打烊 秀林乡公所两个月一次的村长村干事联系汇报 秀林乡王玫瑰是透过视讯会议周开 除了加强宣导防疫措施及政令宣导之外 也针对各村村长提言和地方建设立即给予回复 透过视讯会议要推动各项的乡镇作业 在部落里面只要有回乡的第一个 有回乡的主人尽量赶快去劝导 请他们去做一些检测的工作 就是检测的那个动作 我们也可以到办公处检测哪里 大家都能要互相提醒 第二个一定要提醒主人 现在能不能先不要聚会 民友的案例就是因为 相亲朋友的聚会才会导致成这样的情形 所以一定要能够遏止就遏止 能够劝导就劝导 那现在警察第三个 警察现在是只要你不戴口罩就是罚款 你找乡长找县长都没有用 在修认乡长王美贵大力宣导防疫的措施之下 修认乡公所两个月一次的村长村干事联系汇报 则是透过视讯方式来召开 修认乡长王美贵表示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够群聚 但是乡政推动是不打烊的 希望透过视讯会议 让村长能够及时的了解公所所推动的各项政策来进行政令宣导 同时也听取地方的基础建设和各项事务 我们修认乡公所我们每两个月就会召开村长村林长汇报一次 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聚集 那我们也遵守了中央的规定 那我们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月的我们的村林长干事的汇报 所以今天第一次事半 我村长都非常的适应 主要是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疫情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打烊 所以在跟我们的村长呼吁 虽然疫情冲击现在全国 但是我们所有的工作是不打烊 所以我们这次的视讯会议也照往常 就是可以直接跟村长做对话 那相关主管也在适时的回应 村长现在部落的各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工作能够顺利也圆满 能够让部落更有感 修认乡长我们就表示 修认乡镇还是要仔细推动 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摆 透过视讯和村长们沟通 第一时间了解地方见识和进度 以及执行的情况 方能了解地方声音 而视讯会议当中 率领了各科市主管来倾听地方的需求 除了立即回应之外 对各村村长所有的提案都有列车追踪 修认乡长我们就表示 修认乡公所团队 下面代表会 村干事和林长们可以说是大家庭 村民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透过村长 而且村长也会直接向乡长反应 共同来解决地方所有的事物 唯有大家通力合作 共同来为地方来努力 让修认乡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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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